遲到的日本隊小拳手 就算你是前一天的智慎功誠 也是一樣 世界上榜賽 美國對戰日本 最後以8比0帶走勝利 畫面拉到觀眾席 原來日本隊有7名球員 因為遲到被教育團競賽 人之名酒教練 他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就是完全就是告訴他們說 你可能對不起 就是正常時間之內 來上車的這些同學 或者是你的隊友們 甚至你可能也 這一場球 你們沒有資格 在我的比賽的休息區 其實今年少棒賽中 日本小球員已經不是第一次遲到 24號出戰澳洲隊時 已經有三位球員 沒有按時集合被教練競賽 連帶日本隊的隊長 也被禁止先發做板凳 先發前四棒 主力球員都不在出賽名單 隔天對戰美國 竟然集合時遲到15分鐘 也被罰競賽一場 日本隊以11人 苦戰美國隊18人 最後0比8輸球 但總教練仁至名酒不後悔 強調教育重於輸贏 就是要給遲到的小球員一個警惕 日本隊的總教練仁至名酒 昔日是巨人隊的二雷手 選手生涯拿過四次金手套 五度入選明星賽 堪稱鐵血教練 他認為球員出國比賽 勝負是其次 重要的是人格教育 因此不得不做出競賽的痛苦決定 台南市長賴清德也頗為說 在球賽中 體驗了日本對於紀律跟平德的重視 比賽勝負是一時的 教育第一的觀念值得深思 仁至名酒說 11個人上場也是球隊 忍痛懲處 一再遲到的球員 寧願疏求教育孩子不後悔 這兩位長佩如 台南報導 請叫做 道德 搞 搞